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就在上个礼拜 美国参议院跟众议院两院的军事情报委员会 共同也通过了2021年年度的就是国防授权法案 什么叫国防授权法案呢 那个就是美国国会给予的就是国防部的预算案 美国的会计年度是从10月1号到隔一年的9月30号 那就怎么会12月了才来通过2021年呢 其实在7月的时候呢 参议院众议院个别的通过这个授权法案 但是呢因为两个版本有差距 那你不能给两个不同的这个版本 所以呢经过了几个月参众两院 因为也一方面在选举 另外一方面这个参议院是在共和党掌控 众议院呢是在民主党的这个掌控 现在这个众议院还是维持民主党参议院呢 要等待到1月5号 乔治亚州的两个参议员再一次进行这个选举之后呢 我们才会知道 不过我个人认为共和党持续掌控的机会是比较高 这两个不同政党掌控的上下两院参众两院 那经过几个月的这个讨论 上个礼拜完成了一个共同的就是说这个版本 美国国防部的这个预算的授权 它就叫做国防授权法 那这个授权法其实从1961年了 就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法案 每一年都会经过这个国会通过 那以前呢在90年代的时候 美国的这个国防预算了 每一年大概是3000多亿美金 那现在随着整个GDP的这个增长 现在已经增加到7400亿美金 占整个美国的GDP的3%点多 曾经一度最高的时候 是在这个反恐战争 在伊拉克这个 以及阿富汗征兵的时候 那个时候曾经高到7%左右 但是3%点多 其实也是全世界军事预算最高的国家 对不对 7400多亿 大概是连后面的几个国家 从排名第二 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排名第二 中国也好 俄罗斯也好 英国也好 一直排名到第20 加起来还没有到7400亿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 美国的这个国防预算是多高 但是在这一次的这个国防授权法里面 其实有这个一个最主要的特色 那就是参众两院 他除了给钱之外 他会在很多的条文上面会增加他们的一些这个希望国防部在下一个年度要做到的事情 以及他们希望特别强调的这个重点 那之后呢在预算的执行上 以及在这个报告书的这个呈现上 甚至整个相关的执行报告上 都必须要这个在这个里面 所以国防部当然在这样一个法案情况之下 呃也许他当初来提出来的时候 并没有类似的这个概念或做法 但是呢这个法案 你还是要去执行 今年 通过的这个2021年国防授权法里面 有一个叫太平洋震慑计划 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 他把Initiative通常我们翻成倡议 他翻成计划 Deterrence 震慑 或威吓 或者是我们叫威慑好了 太平洋威慑 这个计划 一般媒体是这样子翻 这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这个是在2014年呢 最早出现 但那个时候不是太平洋 是欧洲 欧洲威慑计划 European Deterrence Initiative 那是怎么回事呢 是在2014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刚好 乌克兰的这个内部的这个 就是政治的动荡 导致了俄罗斯后来出兵 占领收回 是收回 因为也就是克里米亚 那克里米亚本来是属于 这个俄罗斯 后来在这个就是乌克兰独立 在就是呃之后呢 他把他给在整个苏联期间呢 他把他给就是交给这个乌克兰 乌克兰独立之后呢 当然就持续的是乌克兰的 那苏联出兵 俄罗斯出兵 这个收回占领克罗米亚 所以呢就引起在2014年 引起整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欧洲国家 美国啊 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跟战略上军事的这个准备 跟强化 那个时候呢 国防授权法案里面 就有个这样子的 欧洲震慑 威慑计划 威慑计划 其实就是针对俄罗斯 现在2021年来了 这个概念用在亚洲 亚洲或者是太平洋 他用太平洋 其实也就是针对中国 所以简言之 他就是中国威慑计划 在2021年的 国防授权法里面 这里面特别强调几个就是 当然除了整个在太平洋 印太总部 印太司令部的军事 各个层面 从战机增加F35A 以及基地 到人员 到跟日本韩国的这个同盟 驻军关系的强化 各个层面 其实大概有将近五分之一的预算 以上 其实是在太平洋 在印太地区 那特别强调 在里面 这个计划里面 他提到 针对如何去达成太平洋 也就是中国威慑计划 他说可用的手段 除了军事的之外 还有支持台湾 保障香港 还有呢 针对这个美国的工业链 的这种保护 以及重要的产业 跟就是这个产业链 的这个维护 以及相关的研究的重视 这些东西 他都把它视为 就是针对中国的 中国威慑计划 这里面很特殊的 当然就是所谓的 这个 就是支持台湾 其实在 这个 美国过去连续 从2016年 媒体的整理 在国防授权法里面 提到中国跟台湾的次数 是逐年的增加 而且增加的这个非常多 2016年的时候呢 其实提到中国 不是中国这个字眼 而是在中国的这个 这整个相关的重点 跟就是说段落 大概有九次 然后呢 提到台湾只有一次 那就是提到台湾 关系法的这个执行 2017年 在这个美国的预算案里面 提到中国25次 台湾9次 2018年 提到中国28次 台湾26次 2018年已经进入到 川普的这个第一年 不过那个时候 川普跟习近平 跟中国大陆 关系 还OK 到了2019年 你看就不得了了 提到中国 67次 台湾27次 2020年 也就是这一年 已经执行完的 美国的国防预算的 这个授权法案里面 提到了中国193次 你看从2016 五年的时间 从六次到193次 然后呢 提到台湾 也是53次 从一次变成53次 如果这是股票的话 那不得了 53倍 所以基本上你看到 整个这五年来 当然这里面的关键 尤其是后面两年 川普任期 针对在国防 的这整个战略上 以及这些武器上 以及这些相关的政策上 其实呢 是是针对中国而来 那这一年2021年 还没有 因为法案还没过 我们还没有办法去计算 但是呢 有媒体已经说 在多达4500页里面的 这个这一次的 7400亿的国防授权法 将近有一千页 跟印太地区 跟中国是有关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 其实这个是美国现在 在两党共识哦 我再次强调哦 他其实是一个两党共识 当然他有相当程度的 川普阴影 因为是这一次的川普政府 提出来 针对下一年度的国防预算 的这个计划跟要求 但是呢 在国会里面 他其实也是经过 两党共识 民主党掌控的 这个众议院 那国防部提出来的 这个计划里面 没有这个太平洋 威慑计划 但是呢 到了国会里面 他就把它灌上 这样子一个称呼 而且还特别强调 要支持台湾的 这个手段 其实就在打台湾牌 用台湾牌来去做 这个威慑 或者是这个威吓 中国在这边 持续的军事的发展 而影响到美国 在印太地区的利益 好 这一段其实 我昨天在全球派对的时候 跟这个湘龙 我们也都讨论过 我们有更进一步的 就是说讨论跟分析 但是呢 我这边要进一步来讲的是 那昨天出来的这个消息 其实我关注 这个事情也是 当他成为重点新闻的时候呢 我们很多人都在关注 也就是 拜登政府的国防部长会是谁呀 他已经提名国务卿 还有国安顾问 这两个人其实基本上 都是他的自己人 都是他的子弟兵 都做过他在副总统期间 的这个幕僚 国安顾问 然后呢 中间他也出去 到了欧巴马的政府里面 或者是到希拉蕊的身边 去做相关的这个历练 所以这两个人 虽然一个58岁 一个这个44岁 算年轻 但是呢 是历练很多 是拜登身边的人 是他的子弟兵 所以 简单的说 其实拜登要掌控外交 这个拜登外交显现的 就是他拜登 他个人 三十多年的参议院的经历 然后再加上八年的副总统 所以他对外交事务是相当熟悉 他有他的思维 他有他的这个判断 因此用子弟兵 做这个国务卿 还有国安顾问 但是呢 另外一个重点 那国防部长呢 过去这个将近三个礼拜了 一直都认为 几乎已经确定 甚至到这个礼拜的前一两天 美国的国会议员里面 民主党 以及一些这个智库 基本上都已经把 这个在过去的三礼拜 有一位女性 叫做Michelle Flournoy Flournoy 这位女性呢 也差不多快60岁 58 59岁 然后呢 这个都已经 大家都认为 他应该就会是国防部长 似乎 拜登团队 也有这样子的 这种说各方的去询问 这个意见 那这位Flournoy呢 这位女性 如果他做的话 当然是第一个 这个女性担任 美国的国防部的部长 这也是一个 就是说在拜登主内阁的时候 他非常强调 他的内阁必须要多元的背景 你看他的这个 就是卫生部长 以及就是这个国安 这个国家情报总监 都是拉丁裔的 驻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大使呢 是非洲裔的 所以呢 一个女性做国防部长 这也是这个历史第一次 但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 这位女性 她其实是 柯林顿到欧巴马期间 一直都是在国防部服务 最后在欧巴马 是做到这个政策的次长 所以 她其实是 我们叫做建制里面 这个民主党 建制里面 很熟练的老手 而且这个能力很强 经验丰富 广受到这些 这个相关国防啊 以及军事的这方面的 这个肯定 跟她有过互动的人 都十分肯定她 所以她当然 才会有这个机会嘛 对不对 可是呢 她有一些 这个蛮严重的 这个情况 因此呢 就有一些 这个势力呢 有一些 这个不同的 这个人呢 开始在 不断的去游说 反对她 可是呢 支持她很多 后来看起来 这两天 拜登决定 要用 另外这位黑人 那黑人叫 奥斯丁 这个 Roy Austin III 我们叫奥斯丁 奥斯丁三世 那这位女性 我们现在谈谈 这位女性 Floinoy Floinoy她的问题在哪里 她的问题 其实不只是 这个女性跟经验 这都不是问题 这是正面的 能力 她也是被肯定 她几个大的问题 她跟 军火商 跟这个 军工 复合体 的关系 太过于密切 她做 一个重大 重要的就是 军火商的 这个董事会的董事 但不但如此 其实很多 从国防部退下来的人 事实上都做过 这些军火商的 这个董事 那董事呢 其实 并没有介入到 太深的这里面 不过 这当然是关系很深 她也成立智库 这个智库呢 其实有跟 这些军火商 跟这些承包商 有密切的 就是说 计划 研究 的这些往来 所以 她的这种 军火 军工的 这个背景呢 使得很多 在民主党里面的 进步派 也就是 比较是 在这次过程当中 十分支持 拜登反对 川普的 这些进步派 或自由派 他们叫 Progressive Progressive 进步派 有好多的 不同的组织 而且 事实上 来自于各方的 这个城市的 或者是 黑人的 或者是 女性的 这个支持者 非常庞大 尤其从那个 桑德斯到华伦 这些的 这些支持者 后来转而 全力支持 这个拜登 这些人 为什么反对她 第一个认为 她其实跟 军火商 跟军工关系 这个女性的 Floinoy 做国防部长 这个牵扯不清 有利益 回避 或难以回避 的这个问题 但是第二个 这位 Floinoy 女性 如果做国防部长 的话 她过去的 记录 是一个大鹰派 她非常的强硬 她非常的强硬 最有名的一个例子 是在2011年的时候 利比亚 那个时候 格达费 面临到 阿拉伯之村的时候呢 她跟反对党 反对派之间呢 产生就是说 军事的这个冲突的时候 然后西方的媒体说 格达费 要去这个 赶尽杀绝 这些反对派 所以 这个Floinoy 那个时候是在 欧巴马 内部的这个政策次长 强烈的支持 要军事干涉 介入 跟 带着英国 法国 用设定这个 这个飞航 禁航区 No fly zone 的这种方式 那个时候 拜登反对 这么做 然后呢 那个时候的 国防顾问 国防部长 也都反对 明确的反对哦 但是这位政策次长 Floinoy 女性的 后来 她就说服了 欧巴马 欧巴马 就决定军事 介入 介入之后呢 当然就造成整个 就是事实上 利比亚的整个地面的情势 更加的混乱 然后呢 军 这个交战更为的广泛 然后呢 军事的这些反对派啊 政府军啊 然后也扩散 武器也扩散 啊 很多人一起看 一直给恩赦 啊 不只是要用这个巡异飞弹 啊 从这个呃 海面去攻打 就是这个 利比亚的政府军 因为美国那时候是支持利比亚的这个反对派 甚至呢 要冒动程度的介入到 呃 有以人道介入 或者是军事介入的方式 到地面上 那但是他被 他这个主张没有 没有被接受啊 所以只是这个间接的这个介入 但是他的这种 干涉主义 的这种主张啊 很强势的这种鹰派 啊 让大家知道 他事实上在这个政策上 这个态度是非常的 这个坚定的 那 他在今年应该是六月的时候 在一个呃 外交这个杂志 叫Foreign Affairs 发表一份文章 说如何防止在亚洲发生战争 这题目看起来是不错 对不对 但是他基本上是强调 要建立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强大军势力 来去嚇阻中国的军事的扩张 那他甚至主张 美国要在印太地区建立一个 可以在72个小时之内 完全摧毁中国海军 的武装力量 这个厉害吧 然后呢 他还进一步强调 美国要投入到 更为广泛 跟应用的 无人系统 这一次 你看 那个今年年初的时候 伊朗的就是军事 这个将领 就是被无人机给炸死 对不对 所以 这一些 这个无人系统 不只是无人机 整个操控的这个系统 他主张 要在亚洲 要建立这样子的 就是系统 那当然 就一定会引起什么 引起整个亚洲的军事竞赛 你美国在这边加武力 加兵力 加系统 你当然会引起 不只是中国 日本韩国 东南亚 整个冷战之后 全世界 大部分国家 其实这个武器军事 都有在削减 但是呢 亚洲地区 过去这30年来 其实是军事 还是不断的在提升 预算也好 军事 军火这个采购也好 以及自己的研发 各个层面 伴随了当然科技 的这个应用 所以亚洲 其实你现在看的 虽然有这个RCEF的 亚洲经济整合 但如果你进一步 看到军事跟国防层面 事实上军事竞赛 已经进行了很久 如果美国在这边 持续的加码 而且在科技层面 要加码 而且有针对性的 不要忘记 我们刚刚讲的 2021年的太平洋 或者就叫中国 威慑计划 就是针对 这个中国的 这个军事 这个建军而来的话 其实你当然会引起 中国大陆 以及其他国家 一样的这个军事的 这个竞赛跟强化 因为当中国大陆 进行这个军事的提升的时候 美国进行军事 这个军事 这个军备的提升 中国大陆也是这样子做 你当然其他国家 也都会跟着做 因为没有一个国家 敢百分之百的 把自己的安全 这个交付给别的国家 这两年台湾好像有这种 有这种倾向 我们的安全都在美国的 这个手中 那事实上 反而都变成一个台湾牌 你看这一次2021年 就是如此 这个所谓的支持台湾 作为这个威慑中国 太平洋威慑计划的重要 第一重要手段 你就了解 他的这个背后的意涵 然后 by the way 刚好现在 这个昨天 这个川普政府又来了 第十一次 他的四年 第十一次 今年的第六次 要贩卖就是这个批准 给台湾啊 进一步的这个军事武器 而这是军事武器呢 这在在入军战区的 这个通讯的这个系统啊 这个高达有将近 这个八十亿台币啊 所以这个复杂 事实上是更为深刻的 我们进行下广告 好的 我们上一节一直在谈到 上个礼拜 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 这个国防授权法 七千四百亿 四千五百页 但是呢 这个当然是在 川普政府主导之下 可是经过参众两院 等于是两院共识 而这里面 那个重点是 他提出了一个概念 也就是美国国防部 要开始要去推动 太平洋威慑计划 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 我觉得其实就是 中国威慑计划 那从2014年是针对俄罗斯的 叫欧洲威慑计划 那现在开始端出来了 针对中国的 而这里面提到的 支持台湾 支持台湾的军事 支持台湾的这个国际 支持台湾的这个 甚至医疗安全网 他都在这里面提到啊 所以不只是 这个呃 军事的层面 许多这个参议院 众议院的这些议员们 对于就是呃 如何去威慑 中国的军事发展 挑战美国的地位 以及如何去支持台湾 那从军事到外交 到医疗 他都把他放在这个 预算书里面 他都把他放在这个 国防授权计划里面 同一个时间 拜登正式提出来 不是我们过去 这三四个礼拜 一直以为的 这位女性 Pronoi 过去在柯林顿 到欧巴马期间 都做过国防部高官的 但是呢 跟军工复合体 跟这些军火商关系 过于密切 遭受到就是 呃 这个美国的这些进步派 还有黑人 议员的这些反对 那当然 最主要是 他太过于 这个强势 太过于鹰派 而且他事实上 是主张要 这个建 不只是建立 这个美国 更为强大的 这个军事的 这些部署 跟这些武器系统 他其实更主张 采取比较直接的 干涉的 他甚至点名 南海 以及中国的军事的建构 他没有提到台湾 太多 但是呢 这当然也会招 知道就是 许志伦担心 他一旦做了国防部长 虽然是女性 但是呢 会是一个非常强势 而且不太听老板 这是重点 拜登其实 他是最懂外交 跟国防的总统 也许到现在为止 你看他提名 这个国务 亲跟就是国安顾问 都是他自己人 他自己的子弟兵 他过去的幕僚 你就了解到 听他的 我去找一个 大家认为能力丰富 这个经验丰富 能力够强的 女性 表面上看起来 是很不错的人选 而且但是过去 这三四个礼拜 整个军火商啊 以及 这些比较保守右派的 甚至一些部分 共和党里面 就开始 不断的动员 在媒体面 在这个学界 在智库层面 不断的在动员 去支持他 去支持他 哇哦 我们终于有一个自己的人啊 而且是非常强势的 愿意采取干涉行动的 过去他的进入 从利比亚到 就是这个叙利亚 就是如此 后来他谈到阿富汗 后来谈到南海 也都是同样这个态度 他一旦做了国防部长 哇我们就武器 可以卖的更多嘛 而且我们当然就可以去执行 这个2021的太平洋威慑计划了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一种过程当中 我觉得拜登觉得 有点有点警觉心了 其实不要太过于 就是小事哈 或者轻视拜登的这个选择 好像他 没错他78岁 没错他可能就是说 这个就是说身体上有一些行动不方便 上次遛狗还不断 还这个不小心 把脚扭伤 对不对 大家都觉得 哇他能坐满一楞吗 对不对 可是 我觉得他的政治经济非常丰富啊 对不对 他的判断也很清楚 那更不要说 他在外交跟国防 是他自己的这个领域 结果 现在外界动员的去支持这位女性 Florinois 显然是一个大鹰派 我觉得跟拜登的思维不一样 拜登其实是重视战略 重视专业 从军事论军事 的这个观点 他不太喜欢这种继续用对峙的方式 来去读军事的竞赛 尤其不要忘记 他其实现在要重视的是美国的内政 疫情和经济 所以 他昨天就宣布了 你们都搞错了 不是这一位 Florinois 不是你们的这个 这个意中人 而是我要一个听我话的执行者 来做国防部长 那他当然中间有另外一个选项 但那个选项后来认为跟 奥巴马的这个那个时候的国际安全部的这个部长 太过于这个亲近 跟奥巴马的这个连结太多了 所以他还是选择了一个 过去跟他配合 很不密切的 就是这位奥斯丁 黑人来当国防部长 奥斯丁就是 当然他 特别是 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事件 在20 在2011年不是 宾拉登被杀死了之后呢 然后呢 2014年美国开始在做这个 整个撤军的行动嘛 所谓的阿富汗战 阿富汗战争就是在 2014年 这个正式的结束 美国方面这边 这个认为 但事实上现在还在进行 那在2012 13年的时候呢 拜登作为副总统 他就主张 要从 这个阿富汗 以及从伊拉克 要开始撤军 特别是2013年之后 那个时候呢 美国的国防部长 以及就是国安顾问 当然对位 都强力反对 说太早撤军 可是呢 那个时候做 这个中央司令部的司令 司令官的这位奥斯丁 黑人 司令官 他却支持拜登 的主张 因为他知道 他最了解 他从地面上 他参与过 就是说地面战争 他自己本身参与过 就是阿富汗 跟伊拉克的这个战争 虽然他那个时候 已经都是这个一星 甚至二星 他都这个随着地面 野战部队 他曾经做过这个 这个三地师 然后呢 做过空降 空降师 旅长 师长 这样子做上来的 这样一个背景的人 所以他很清楚 在这个战区的 这个战 这个情况 因此呢 他觉得其实 已经不需要 这么多美国的军队 在就是阿富汗 以及伊拉克 所以他支持拜登 因此在这个事件上 其实 他跟拜登 在那个时候 就第一次 有这样子一个 政策上的这种 就是说共同观点 你要知道 那个时候 拜登只是副总统啊 而且 作为一个司令官 你上面还有部长 你上面还有国安顾问 等等这些人 居然你跟他们唱反调 支持一个副总统 你是看了副总统的未来吗 当然不是这样子 而是他从他的 军事的角度 从战区的角度 他觉得其实不需要 这么多 的这些美军 当然也符合 整个那个时候 美国的这个氛围 所以后来 2014年的时候呢 欧巴马就开始 这个从 这个伊拉克大幅 以及阿富汗大幅的 这个撤军 所以 奥斯丁是 这个 就是 拜登 的一个安全选择 是一个执行者 从这个角度 我觉得就比较容易理解 但是呢 他有他的问题 他的第一个问题是 他会不会 能够通过 国会的两次同意 什么意思呢 因为 他离开军事 这个职务啊 退休 才四年 美国的法律 是要求七年之后呢 他有个旋转门法 七年之后 军人退休之后 你才可以回 来这个国防部 和相关的这个职务 做文职 OK 所以呢 他没有满七年 过去呢 曾经有一位 最近的是有一个 叫马提斯人 疯狗 那个川普提名的 也没有满七年 所以国会先同意 他可以 这个进行 就是审查 是否能够担任国防部长 要先给这个同意 然后呢 才去同意 他适不适合 当这个国防部长 所以要经过两次 那呃 现在有一些 民主党的这个官员 而且你看得出来 有一些共和党的议员 也反对 什么时候 共和党也重视 这个制度了 OK 为什么 因为他们 本来要的是 那一位女性的 鹰派的 能够延续川普 或者是现在 整个保守右派的 这些 比较属于强势的 鹰派的 干涉主义 的这些军事的 这些思维 跟战略 那而不是这个奥斯丁 奥斯丁显然 其实他只是 拜登的一个执行者 但是看得出来 他显然不是一个鹰派 当然我们现在 没有办法去预测 这个奥斯丁 他做了 真正做了国防部长之后 是不是开始 会变得比较强势 没有办法 百分百的预测 但是呢 基本上 他还跟这个 女性的Foreignite 不一样 另外一个大的 这个特点 什么东西呢 伊朗 以及东东情势 在过去这几个月 其实有大幅的 这个变化 除了年初的伊朗的 就是苏利曼来 在就是这个巴格达 被美军的无人机 给炸死之后 伊朗冷耐着 不动 但是呢 在上个月 伊朗的科学家 在自己国家 首都附近 德黑兰 在前后 有11个保镖 可见他 这个核子科学家 其实还蛮重要的 那虽然他担任重要职务 但是他其实 他的 这个死亡 并没有真的影响到 伊朗在核子计划的 这个进行 但他有这个 象征的这个意义 因为 2018年的时候 那个 以色列的总理 内坦雅胡 还拿着他的照片说 我们要把这个人给干掉 公开这样讲 所以当然 对他的保护 即使是在德黑兰 现在过来 一台尼桑 的小卡车 在经过他这个道路的时候 开着他前面 像电影一样 车上有一个 这个自动机关枪 就开始对着他的面孔 砰砰砰扫射 他的保镖铺上来 挡了几颗子弹 连续发射了25颗 他的保镖挡掉了4颗 当然也死了 剩下的全部打在 这个伊朗的核子科学家身上 而这个自动 这个机枪是怎么控制的 卫星控制 这是恐怖主义团体 做得到的吗 这个当然 现在大家都猜测 被指控的也没有出来否认 当然也没有承认 就是以色列的 这个情报单位 叫莫萨 那 基本上其实 也就是为什么 是为了要阻止 整个 拜登上台之后 重回到伊朗核子协议里面 因为拜登其实 所任命的 我们刚讲过 他的这个国务卿 布林肯 以及他的国安顾问 苏利文 这两个人 其实在2014 15年的时候 欧巴马政府期间 是基本上就是 参与整个政策的制定 以及甚至直接跟伊朗 相关人员去谈判 五次 六次的人员 签署了在2015的 伊朗核子协定 当这两个人回来的时候 不就代表 而且拜登也讲过好多次 我要重回伊朗核子协定 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来 我是杨永明 呃 我们一直在谈 一个 我也谈故事 我也谈法案 我也谈人 美国通过的2021年的 国防预算的授权法 里面特别的出现了 太平洋威慑计划 针对中国而来的 我把它就叫中国威慑计划 而且把支持台湾 支持台湾的军事 支持台湾的各个层面 那支持台湾当然我欢迎了 但他把它放在 是作为太平洋威慑计划的手段之一 我就不喜欢你打台湾牌了嘛 对不对 现在已经不用遮掩 现在你不用遮掩 然后呢 又伴随的 我本来一直担心的 这位女性 这个第一人选的国防部长 Flornoi 那结果 她是非常鹰派的 她是非常强势的 而且鹰派强势没有关系 你只是讲话大声 或者是姿态强硬 但是她过去的记录是 她喜欢出军 出兵干涉的 那这个就会产生问题了 所以在整个就各方面的 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情况之下呢 那当然 这个拜登呢 就了解到 其实 他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 让他能够去推动他的内政 健保 种族 经济 然后呢 这个疫情 纾困 各个层面 美国现在内部怎么去 把它给修理过来 板证过来 这是对拜登一个最大的考验 他不是要在怎么国际上 去这个攻城掠地 他事实上要透过一个 多边 重返多边 重返巴黎气候协定 重返伊朗核子协定 因此他在伊朗这个问题上呢 他就需要 有人能够整个了解这个情势的 而且是稳定这个情势的 不是既不了解 又喜欢军事干涉 又喜欢去这个军事竞赛的人 来做他的国防部长 所以奥斯丁曾经做过中央司令部的 司令官的人 而且在过去跟他主张 从这个伊拉克阿富汗撤军 这个相同意见的人 而且在从军事论军事 能力当然是大家都肯定 只不过他现在只是退休了四年 需要一个国会的同意 我觉得他应该 这个可能还是会是个考验 但应该是可以拿得到 如果你对这个人肯定的话呢 既然他这个基本上 当然是由拜登来掌控 所以你没有什么道理说 不给他这个同意 让他做这个国防部长 对不对 所以现在是拜登外交 也是拜登国防 拜登外交 要走的是现实的多边的路线 拜登国防呢 要走的是专业的这种稳定的这个方向 来去提供一个稳定的和平的这个国际环境 让拜登现在能够专注 在他可能真的只有一任期的时间里面 能够把美国的内政跟经济 还有种族的问题 重建 所以他这样子情况 他才能说美国回来了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其实我们看这个特别在这个伊朗的问题上 那拜登现在基本上已经面临到考题了 这个考题当然就是这几天出来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几天 他最后决定要用这个奥斯汀 也是重要的原因 什么原因呢 那个科学家被刺杀了 被以色列刺杀了 而且很显然 11月中旬的时候 蓬佩奥去过以色列 11月22号的时候 内坦亚胡也跟以色 沙奥地阿拉伯的王储 穆罕默德 在沙奥地阿拉伯见过面 都没有任何的进展 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宣布 但是什么事情要这样子的层面的见面呢 我觉得他一定以色列在这个时间点有告知 美国和沙奥地阿拉伯 他要去 干掉这个伊朗的科学家 为什么干掉这伊朗核子科学家这么重要 因为就是要去阻止美国重返 伊朗核子协议 那当然 沙奥地阿拉伯这个逊尼派跟什叶派 事实上是世仇 也因为是逊尼派的这个压力 从伊朗到伊拉克到这个就是叙利亚 甚至到黎巴嫩 基本上现在都是受伊朗主导 逊尼派为主的 这个中东的情势 两派的对立 所以才会这些巴林啊 阿球联啊 去跟就是阿联球 去跟这个以色列建交嘛 都是在沙奥地阿拉伯的这个主义之下 对不对 那现在这个伊朗科学家被暗杀 伊朗还是耐着性子 但是呢 那拜登就说 我会回来核子协议 但是呢 我希望伊朗哈 同意要延长那些 这是核分裂的原料的限制的时间 本来2015的那个时间是限制15年到2030年 他希望能够延长 第二个他希望说伊朗要承诺 你不要再到处去三风点火 跑到伊拉克 跑到这个叙利亚 去做他们的代理人啊 对不对 你不要这样子 你如果这样做的话 我来自于以色列来自于我们国内 这个犹太的这些支持的这个压力 反对声音就很高嘛 结果他这么一讲之后 结束纽约时报的这个访问 这么一讲之后呢 马上伊朗的国会 就给他一个软钉子 就通过一个法案说 美国要重返伊朗核子协议啊 很简单 因为2015年包含中国俄罗斯 这个欧盟几个国家都同意了 都加入了 我也都承诺了 减少我们的这个浓缩又到百分之三点几 到百分之九十就可以制造 这个核子武器了 那百分之三点几 事实上距离百分之九十还很远嘛 所以我承诺这么做 那但是呢 三年几的话 制造出来的可以用在发电 可以用在科学研究 所以那如果是川普自己在2018年退出嘛 你要回来你就回来嘛 是你美国先违反这个条约的义务 先违反这个国际法 哪有时候还有给我要求我做了什么什么什么 我在里面你还要求我做了什么什么的 这个条作为条件 作为你回来的条件 所以你回来就是回来 没有什么别的条件 而且这个法案 这个伊朗国会通过的法案 还蛮强硬的说 两个月的时间 两个月时间如果你不回来 不要给我加条件 那我两个月之后 我就开始进行浓缩又的进一步的这个发展 这当然是这个谈判的筹码了 我觉得双方大概都有意要回来 那结果现在这个科学家被杀死 伊朗的这个内部的强硬派又起来 川普又派了一些就军舰前往这些 这个波斯湾 所以其实现在中东情势 是很危险的 一触即发的 虽然主事者的伊朗跟美国都有 美国的拜登都有意要缓和 但双方现在都被牵制住 然后呢 以色列 沙特拉伯 而且不要忘记 还有四十多天的这个川普的这个政府 还可能会做什么事 去阻挠这个东西 所以将来拜登上来的时候 中东会不会一团乱 开始会不会伊朗跟沙罗里阿拉伯 还是这个哪里又发生冲突 所以这个时候拜登当然不可能 派一个喜欢打仗的女性的 Florino去做国防部长 而且他以前在这个区域 他也就是这么主张 所以他要一个重视听他的话 重视就是说 也了解这个中东地区 那谁比奥斯汀都做过 四年前才从这个中央司令部的 这个司令员做下来 退休下来的 奥斯汀更了解 中东的呢 从这里 最后我们来讲 所以其实川普 拜登 是要一个稳定的 和平的 国际的 安全 跟经济的环境 拜登 他的外交 他的国防 现在人员的这个布局 越来越清楚 他不需要一个跟什么中国对抗 然后 去这个 要怎么样去打台湾牌 刺激 整个两岸的这个对立 甚至军事 这个情势危机的提升 的这样的一个作为 我个人 其实是支持拜登 这样的一个思维 以及我也支持 他对于国防部长的决定 跟选择 那当然 至于这个已经通过的 还没有通过了 但即将会通过的国防授权法 就等待两国会两会的大会 以及最后川普的签字 川普一定会在 这个月之内 把他签字通过 那 当然 行政部门的执行 他可以 你可以叫太平洋威慑 没有问题 但是呢 我的执行上 是由我的步骤 我的战略 以及拜登的外交 跟拜登的 这个国防的思维 他比较重视的是 合作的 稳定的 但是也千万不要误会 他这个不会跟你对抗哦 因为在两党的共识之下 这种中美之间的竞争 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这结构的矛盾会持续的存在 但是呢 拜登显然 不希望进一步的去激化他 竞争 甚至某种程度的对抗 还是会有的 我们接到这里 谢谢大家